杜牛鎮 我们的三五亭 为什么叫杜牛鎮呢 以前我们农村时候 我们的农夫每天都要带着 我们的牛到田底局耕作 这个就是因为杜很大便 所以也会拌握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在树底下乘凉 我们的母子在那里 在杜的时候 在那里就不小 你去拿着白人 然后他这么高就撞起来 然后他们的主人就觉得说 你们家的牛欺负我们家的牛 所以连主人都打起来了 这个就是在大家非常写实的 以前的农村社会 这个我们传统的斗牛鎮 来我们掌声谢谢 我们斗牛鎮 谢谢 然后我相信 现在有很多朋友 大家应该陌生 这前几年斗牛鎮 有发生一个网络笑话 就是他们表演得太逼真了